講到這個顏寬恒 其實最近媒體有報導到 顏寬恒跟他的美女太太 他們是三姐兩離 三拜結婚 冷拜禮婚 當然顏寬恒回應外界的說法說 這都是感情的問題 當然這個只有他們夫妻知道 可是問題是顏寬恒這樣子的回應 好像沒有辦法就是回復到 沒有辦法說服大眾 為什麼這樣講 我要請教趙豪委員 因為外界確實有一些質疑 不是質疑他們的感情問題 而是質疑說你三姐兩離 到底有沒有為了一些財產的分配 有沒有一些節稅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聯想呢 請教委員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討論 顏寬恒的財產的多少 當然不是那個量的問題 而是他來源的問題 還有他去處的一些問題 那我回應江議員所講 就是說我們在講 我們一個議員或一個民意代表 他的 我們當然不是用他的財產的多寡 來衡量他適不適合擔任這個職務 這沒有錯 包括國產品如果當初要選中 他當然有最後沒有選 不過我相信就算他選的話 大概一般人因為知道他事業做很大 多少會 可能會質疑說他跟中國的關係 但是很少會質疑說他錢賺得到多少 因為大家知道他做事業吧 或者其他候選人 為什麼這種情形比較少見呢 第一個那個量一般人家認為不會說把他變成是一個質疑的一個焦點 但是一個民意代表你登記的財產的來源 如果沒有說明清楚 到底會不會影響你是一個適不適合的一個合格的一個民意代表 當然會影響啊 為什麼不然不然如果在我們乾脆財產 我們就不需要公開就好了 公開其實就是要讓民眾很清楚的知道說 不是這樣的問題而已啦 他也民眾也會去知道說 譬如說你的之前的背景 你家裡不是說改好家 你家沒做什麼頭路 什麼財產也超出我們的想像 超出我們的預期 元寬吾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超出很多 他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如果說他們家就是一個開電子公司 或者他就本來就他們家就好幾代都很有錢 我們大眾說我們頂多就是羨慕人家 人家就是很有錢嘛 但是從他所他我們所知道他的經歷 當然我們不是說開檳榔湯不好 我們大概比較有印象說 他曾經做過那種生意 或者是他爸爸提過他曾經去做綱 然後把一些房子去借錢買 把他土地拍賣的房子土地買回來 我們大概可以累積起來的 我們印象中他就做過這些行業 這些行業跟我們一般常理的推斷 他可以短期內累積那麼多財富 顯然是不相當嘛 那不相當那選民就很簡單 就說好 那我也沒有說你一定出問題 那總是你有你總是要跟我們說清楚嘛 你要你要嘛 這是你有特別的投資理財的管道 或者是這種樂透 或者是其他有人 有你的家家屬裡面有人贈於你 我覺得這樣的說明清楚 當然會影響到選民去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 我覺得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很顯然 袁榔湯現在選擇的 他他不會沒有去正面回應他啦 就是說那要嘛就是說別人是抹黑栽贓他 要嘛如果說講他就說要去法院告等等 但是是沒有這樣回應 但是沒有正面的回應 說實在只會讓這樣的疑允越來越多 不會去劃開了 包括說當然每個夫妻 有每個夫妻的相處知道了 這個我們也不予 我們我們不會去評論你的感情 但是當外界質疑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 你結了三次婚 離了兩次婚都是同一個對象 那是不是跟財產之間的鎮餘 或稅租稅的法律等等有關係 那我覺得身為一個候選人 你今天如果是一般的人 大概不會有人去計較你 那身為候選人 那當然也有這樣的義務 去對外說清楚 而不是只是說輕描淡寫 就是說這是夫妻之間的情感 因為我覺得越不正面去回應這些問題 只會讓民眾會更多的疑問 而且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說 許此全台灣 全台灣很高很高的比例的人 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財產 很高比例的人 那真的是金字塔頂端了 不會剛好 不會剛好說那麼短時間內 就累積那麼多財富的 所以當你在中二選區的選民 也許他沒有把他心裡面的疑問說出來 但是這個疑問他會一直累積啊 累積到到到到明年要投票的時候 他其實會在選票裡面表現出來的 所以當我覺得我們財總 其實我們這邊有證 我們好幾個都是選舉的 其實財產申報對我們來講 有時候也也也有小小困擾 每天都要結婚之後 都要每年都要 不過現在電腦話還比較方便 不過我們想就是說這樣子申報 其實還是有他的用意所在 我覺得你進廚房就不要怕廚房熱 是啊 而且不要模糊那個焦點 就是說鹽化岡的團隊 不要模糊焦點 我們絕對都不仇富 我們就不仇富 然後我們之前包括很多的政治任務 他之所以沒有被拿出來被討論 是大家認為就是說 他沒有讓人家產生那麼多的疑問 所以大家也不會因為他的量 因為他的他登記的財產很多 像我記得我們在 我第八屆的時候 國民黨也有從事建築業的 這樣同仁 立法院同仁 他猜得很多 但是他也不會去特別拿去看他 因為人家就是做生意 他就有本事 他就是做生意嘛 所以但是當鹽化岩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在這邊還是要很誠懇的呼籲 其實他應該一道一道的面對 外界的質疑來說明清楚 對 這真的完全不是仇富的問題啦 說得及也要來請教這個保卿委員 因為其實在罷免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民黨也是警咬說 這個陳柏惟的存款四百多萬 就一直去檢驗人家 結果現在當然同樣的標準 看這個鹽家 這個鹽寬恒 這還不是鹽家所有 這只是鹽寬恒一家基 這個土地建物七十二筆 存款兩千七百萬 這些還不算股票那些 請教委員 我想這個靠自己的能力 去獲取財務 是人生的一種成就 所以我們不會去仇富 更重要的是 我們知道巴菲特很有錢 但是巴菲特說我六十歲以後才開始變很有錢 六十歲前他做生意做得很成功 那為什麼講六十歲前他沒有錢 就是六十歲前他累積財務的速度很慢 就是開始的時候一塊錢變兩塊變四塊變八塊五年才十六塊 但是三十年就變五億喔 但是從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他就變一百六十億喔 就五億到一百億也是五年 但前面五年就一塊到十六塊 我現在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人家現在質疑你的 就是說你為什麼財富累積這麼快 就是說你的來源 有錢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要交代清楚說我錢從哪裡來 我的來源有沒有很清楚有沒有很乾淨 你是不是利用值錢省議員或者立法委員 你去包工程你去做八大行業 你去做電動玩具 你去常愛下一代 這個都要交代清楚 可以看到你去包工程的時候 你有沒有利用特錢去賺到這個錢 所以我們知道很重要 就是你既然是公職人員 你就不要把財富很清楚的做交代 而不是說犀利夫說提告啦 我不知道啦 我就是很正當 你就要很清楚的交代 我為什麼這麼短時間 你可以獲利這麼多 我比巴威特還厲害 對不對 我比王詠卿還厲害 你看這麼短時間獲利這麼多 你是公職人員 叫化社會的這個義務 你就叫化一下 所以我講說 是不是你的很多方式 是因為靠88的跟銀行貸款很多 欠錢不還 你說我去把房子 法拍買回來 天底下有這種這種在這樣 後期財務的嗎 你欠的錢就是要還嘛 對不對 你欠的錢 不可以說我用法拍 那表示其中裡面很多文章 你說替爸爸還錢 很簡單 爸爸切錢 我去跟銀行講 我就還掉 這樣貼行就好了 怎麼說法拍一拍二拍三拍 而且站到那個位置 都不能夠點交 然後你很便宜跟他買到 有這種累積財富的方式嗎 你總是要交代嘛 好 現在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為什麼105這個地方 這個他為什麼可以得標 好 你要講一下 為什麼你們家 可以在公用保留地上面 蓋招待手 這也都要蓋 這個都要解釋啊 所以因為我這個很合法 我跟誰申請的 當初怎麼要做 你都要交代清楚嘛 好 所以保清委員 共和我們帶來討論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是要繼續來看 因為嚴家取得這個台中港 105號碼頭經營權的爭議 真的是持續在延燒 我們現場很多來賓 對嚴家有很多的疑問 要來提出 那像是媒體人周玉寇 昨天是直接開箱顏寬恒 要他有入獄的心理準備哦 入獄的是座家啦 說他要有心理準備 那顏寬恒也反擊了 他說好 那大家就都到法院來講清楚吧 我們稍微休息之後 馬上回來 我們就ped reus 在這兒 字幕志愣 Nelson Letter